子弹姐这一次估计又要输了 子弹姐对阵格拉手的比赛 我预测啊 很有可能这个子弹姐还是要输 首先双方这个年龄啊 格拉手是30岁 子弹姐是35还是36啊 年龄相差好几岁 这个年轻的肯定是不管体能 还有各方面啊肯定是更占优 是吧 还一方仗一方仗你看 格拉手其实打得非常不错 就算是没有尊敬 饱满局 很有可能这个子弹姐也是点数会输 子弹姐战略上战略什么优势 不到地面他又非常害怕对方这个柔术 所以说一方仗他打的感觉 有点位手位脚 二方仗可能这个子弹姐会改变一下战术 但是我个人还是更看好这个格拉手 我为什么希望这个格拉手能够赢下比赛啊 因为格拉手和子弹姐自己的胜质很有可能就是赞维利 下一战对手 赞维利我觉得他应该会升到引量级啊去拿这个双冠王 这也是震度粉丝所期待的啊 主要是这个风格啊 我觉得赞维利这个风格的话应该比较克约格拉手 导致弹姐这个难度比较大 我个人觉得他打格拉手的话应该有七八成希望 但是打子弹姐我估计是55开 我是这么觉得 所以说我预测这场比赛 我也希望格拉手能够赢下比赛 当然这个预测的话也不是说百分百正确啊 因为这个搏击比赛存在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啊 经常出现各种冷门 这就是这个搏击的魅力所在 他们比赛就在9月16啊 我们期待他们的比赛 你们看看好谁 欢迎评论